我们现在到了温泉镇了 这个窗户是更大好 比我们这个大也好 这张太好看了 他们这个一出门 就是整个这个街道 两边全都是市集 一个天井 吃完东西我再来逛 因为它到七点 哇塞 这里是温泉镇 这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小教堂 排队去买马丘比丘门票的 这个就是office 这个是它的名字 记得去那个亭子取号 就是这个亭子 991张那个是每天可以卖的票 然后421张是已经卖掉的 整整绕一圈啊 整整绕一圈 把马丘比丘逛个遍 这个好像是两个半小时 这个三个半 刚好排了一个小时 比我们刚才长了一倍了 我买到的票 是这个主要的这个桥 在这个桥的旁边这里 22GB 我现在走在这个马丘比丘的 这个河边 是它的那个牌子 bus ticket 往返24美到 或者95索尔 这个车大概是45分钟 然后每10分钟就发一班 这里有鸡肉鱼 这是说是他们本地的鱼 62人 排队的那个地方 卖票的 现在都已经关了 狗狗喝我的酒店 总共是10所 这里有个狗狗 这个狗狗好可怜啊 给它点吃的吧 吃完了 给这个狗狗分了一半 它连土豆都吃了 反正看来有点饿 然后过来一个妹子 然后跟我说 能给你狗狗拍个照吗 我说这不是我的狗狗 它走了 它真的好失利眼啊 吃完就走 全镇的夜景 看看这个小商铺 颜色特别的波西米亚风的那种 看这个大屁屁 皮肩的那种感觉 这个好耶 这个是两面穿的 这件我一定要买 哇好看 而且这个暖和 印加风格的 还可以 满载而归 不过其实说实话 他们的货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逛哪家 其实无所谓 火车头过去了 走在夜晚的 马丘比丘小镇铁轨上 然后还是要一个牛肉 跟两个肠 这个是他们本地的 这个马蹄茶 这个袋子里的是凉的 我喝的是热的 大麦茶 对对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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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